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27日 今天是星期二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要研究就是中共的黨員 被消滅 我們從 20大 之後講起 自從20大之後 發生了甚麼事呢 在習近平心目中 20大之後 他將一切就是競爭對手 黨內勢力 尤其是 敵對競爭勢力 其實競爭也好 他都當成是敵對勢力了 將敵對勢力 清除了 成功 繼續在20大連任 從那一刻開始 有很多人 對這個國家已經徹底失去希望 本來他們充滿著幻想 覺得只要換走一個人 這個國家就沒事了 要換走的人是習近平 隨著 李克強取代習近平 這個夢想是徹底被破壞 黨內 有很多人對於現在這個局勢 相當之不滿 習近平成功連任之後 意味著甚麼呢 意味著下一屆 下一屆 下一屆 還有再下一屆 還有再下一屆 還有再下一屆也好 都是繼續在習近平做 只要習近平還沒有釘 他會一直做下去 習近平立即跟你說 我們要堅持清零 堅持到底 於是 中國內地 燃起了這個 要解封的運動 燃起了這個 白紙革命 燃起了這個全國性示威 大叫 共產黨下台 習近平下台 我們看看整個白紙革命 大家清楚看到 有大量 共產黨黨員 高幹子弟 全部有份參與 這個世界沒有巧合的 所以問大家一個問題 為什麼每次 習近平有新敵人的時候 那些新敵人 就消失了 每次都被消滅 團派是敵人 團派一個不靜 全部被送走 包括胡錦濤 江澤民 不用說了 大家現在再想想 其實 江澤民 真的用不用 說走就走呢 現在再想想想想 江澤民的死因也有點可疑 自從 發生這個白紙革命之後 所有人 是針對著習近平本人 衝著他而來 他也知道 有太多黨員 幹部 全部有份參與 令到他 鎮壓 無從入手 這個暴君 立即想到 這些所有的人 全部都是他的敵人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思維的人 誰跟他作對 全部都是敵人 全部都要送入地獄 我們有理由相信 這次 國內的大爆發 也是同時 是一項 要剷除異己 的一次毀滅性行動 所以 真的 不知道應該是幸運還是不幸 又有不幸又有幸運的地方 被我們講中了 習近平 二十大連任之後 他將會 是消滅共產黨的 因為整個共產黨已經被他吞了下肚 而 民眾 所有人 都要習近平 下台 所以到最終習近平 就是會跟中國共產黨 一起被毀滅 這件事 似乎現在正正向著這個方向進發 不過我們要說的是 中共 有大量的黨員被習近平近乎是 殲滅 這次真的做到滅共的 不好意思是習近平本人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免費模式 請大家盡量支持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加手動點擊 再加無限大發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發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國內的朋友 翻牆聽的聽眾 記得也要幫忙 好了 好了 自從這個就是 12月就是忽然之間跟你說解封 好了 中共的專家 學者 死亡名單 不斷增加 不禁真的要問一個問題 到底發生甚麼事 群眾 跟你習近平作對的時候 群眾疫情大爆發 共產黨黨員跟你作對的時候 有大量黨員中招 的確令人想起 到底這次是不是一個 就是清算的計劃 而清算的對象 覆蓋了 就是大量在北京的黨員 大量的幹部 根據中國工程院 網站消息 在26日的時候 三個中國工程院 院士 這個叫做關橋 李慶忠 還有關兆業 三個 離世 官方 並沒有提及他們三個人的死因 而當中 關橋和關兆業均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大量黨員被殲滅 根據 鳳凰網 還有陸媒新浪網微博消息 關橋 是航空製造工程 罕接專家 中國航空製造技術研究院 研究院 李慶忠 是石油地球物理 陷探專家 大件事 所有專家 工程師 全部被中共殲滅 到最終 真是害人害己 到最後 中共病毒 真是在 中共 這個圈子裏面大殺四方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地球物理砍探局高級 工程師 這個叫李慶忠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 也是發出的副告 說在12月26日的上午 中共黨員 中國工程院院士 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顧問 總建築師 清華大學教授 博士生導師 關兆業 因病 醫治無效 真是不禁要問一個問題 他有甚麼病呀 怎麼了 忽然之間 那麼重要 那麼偉大的人 忽然離世 最終 這一位人士在北京長庚醫院就是離世 在26日之前的一天 即是25日 也有三個院士雙雙離世 這個叫做中國科學院院士 高溫氣體動力學家 吳成康 在25日晚 因病 在北京離世 每樣東西 都會發現 北京大爆發 然後大量黨員遭殃 哈爾濱工業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 在25日有消息 說這個 中共黨員 中國工程院院士 著名的 業輪機械氣動力學家 哈爾濱工業大學能源科學 和工程學院教授 黃仲奇 因病 醫治無效 在哈爾濱 就是離世 好了 忽然之間又是因病 離世 又是那個問題 甚麼原因 他中了甚麼病 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 又有副告 九三學社社員 中國醫學家 中國科學院院士 銅坦君 意外受傷 之後就是醫治無效 這個死得比較離奇一點 不知道甚麼原因 說他意外出傷 是不是有抹槍 北京大學第3醫院 離世 12月24日的時候 著名心理學家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博士生 導師 張厚燦 又是離世 你忽然會問一個問題 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呢 就是中共的黨員仿佛 被殲滅一樣 整個事件 令人想起就是電影 這個叫做生化危機 裏面 就是要將 一些 知道真相的生還者 全部殲滅 同一時間 文藝界也是大量的人病世 這個叫做中國歌劇舞劇院歌劇團團長 國家一級演員 書法家張莫 在25日 又是因病離世 他曾經 扮演過 毛澤東 文藝圈裏面大量的人 是因病離世 大多數是中共黨員 這次真的是中共 彷彿被殲滅一樣 如果我再讀下去 真的挺恐怖 再讀下去好像死亡 名單一樣 好像我說哪個名字 誰就釘 我們正是 上述的數據 和資料 大家已經可以看到 大量的中共黨員 在這次 被徹底殲滅 有幾個問題走出來了 到底為甚麼 那麼精準呢 到底為甚麼 一解封 就全國大爆發呢 而爆發的速度 比起任何一個地方 都還要更加快 而在北京尤其是 爆發的疫情 根本不是Omicron 假如是Omicron的話 其實就不會出現大量的攻擊肺部 所以真的從一個陰謀的角度去看 這次剛巧又得禁巧 有大量的黨員和習近平作對的時候 就有大量的中共黨員被殲滅 我真的認為現在 是這個 中共的歷史上 差不多是進入最瘋狂的時刻 當有很多人覺得自己 是中共的幹部 幫中共做了很多壞事 自己 在這裡 成為了 人生贏家的時候 有沒有人想過 有沒有人在半年之前想過 中國大陸 的這一班 黨員 老幹部 會是用一個這樣的形式 走到終點的呢 我真的相信事前沒有人想到 他們還在想自己怎麼贏 在想國家如何勝利 國家如何對付美國 國家如何 成為世界第一 大國崛起 香港也有很多藍絲 在想 似乎他們的想法又錯誤了 到最後 似乎是你們被消滅 而這次消滅你們 正正就是共產黨 一手製造出來的惡魔 最後 跟大家說 真的要小心防疫 這次這波疫情 絕不尋常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驚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有Discount 有Discount 是 你 沒有Discount 有Discount 有Discount